大家好,我是浩天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UniApp的实战课程 它的名字叫做UniApp加UniCloud 从零开始实现IT技术资讯类跨端应用 我会带领大家从零开始去实现一个跨端的项目 对于UniApp来说 相信前端同学现在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了解的 如果不了解UniApp怎么办 别担心,下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UniApp和我们的课程 首先我们先看UniApp是什么 UniApp是由DCloud公司研发的一个使用VIL.js开发所有前端应用的框架 概念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跨端框架 那么UniApp是干什么的呢 UniApp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编写一套代码的同时 可以把应用发布到多个平台 同学们可以看到下面是它可以发布的平台 掏出你的手机,动一动手指,扫一下下面的二维码 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UniApp在不同平台上的体验 同学们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体验一下UniApp在各端的表现 然后再继续看我们的课程 OK,体验过后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使用UniApp去写一个可以多端运行的项目 接着说一下我做这个课程的初衷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课程 那第一点,就是移动端技术太多了 跨端框架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选择UniApp框架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和成本 同时它还是使用VIL GS去开发的 那学习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 DCloud公司对UniApp还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从它的更新频率来看呢 也能看出它的一些各种进步 预测呢,它会是一个很火的技术站 多学一个技术呢,也不是一个坏处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一套代码多端发布 相信大部分前端同学呢 都会被现在各种平台的代码搞得焦头烂额的 一个平台一套代码,维护成本高的不像话 那能怎么办呢 UniApp帮你解决这个烦恼 一套代码呢,我们可以多端发布 避免了我们去写多平台的代码 所以说呢,它更受开发者的青睐 接着呢,UniApp有完整的生态 受企业的青睐 那对于一个产品来说 肯定是要去集成一些三方的服务 比如说推送啊,统计啊,广告之类的 那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平台 那肯定是都要去实现的 但是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呢 用人,开发成本呢,都会有所提高 使用UniApp呢,这些都将不是问题 我们常用的推送,统计,广告啊 这些服务都可以很方便的去集成 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即可 那服务周到同所无际 所以UniApp也是会更被企业所青睐 基于以上三点呢 所以我决定去做这么一门课程 帮助同学们呢,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既然要学习一个新技术 肯定是要先去了解它的优势在哪里 那我从六个方面呢 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开发者案例数量最多 横向对比其他的框架呢 UniApp的案例和开发者是最多的 几十万的应用 Uni统计月活呢 6.5个亿 那这6.5个亿呢 是之前的数据 现在已经更新成8.5个亿了 那社区也很活跃 像微信和QQ群加起来呢 总共有70多个 平台能力不受限 在平常我们去开发H5 Apple或者小程序的时候呢 都需要去编写一套独立的代码 而且一端开发App呢 更是麻烦的很多 那么使用UniApp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套代码 它可以全平台发行嘛 在跨端的同时呢 还可以通过条件编译 去写某个平台个性化的代码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性能 它的性能体验是很优秀的 在Apple端呢 使用了更好的hybrid框架 以免打开渲染速度会更快 而且支持原生的VIX渲染 提供了更优秀的用户体验 那什么是VIX呢 VIX也是使用Web技术 来构建Android和MOS应用的一个框架 同时小程序呢 也做到了性能优于市场其他框架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 周边生态丰富 UniApp呢 有自己的插件市场 累积到现在呢 已经有上千可用的UniApp插件了 而且UniApp还支持NPM安装 支持小程序组件和SDK 兼容MPVIO组件和项目 兼容VIX组件 可以说是相当的nice 这对于我们前端同学来说呢 开发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第五个学习成本低 UniApp是基于通用的前端技术战 然后采用VIO语法 加上微信小程序API的方式来开发的 大部分前端同学呢 都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去学会 并且使用起来 最后一个是开发成本低 UniApp一套代码可以去多平台发行 那肯定是降低了我们的开发成本 虽然一个人干了这么多平台 其实开发时间并不会比 开发单一平台多太多 UniApp的代码呢 复用性还是很强的 哪怕呢是有一些平台差异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平台编译 去做单独的处理 然后是对于公司来说呢 不只是开发成本 像招聘管理测试各方面的成本呢 都会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最后我们再掌握了HBX 这个高效的开发神器 并且熟练掌握后呢 研发效率至少是翻倍的 通过以上六点内容呢 相信同学们对UniApp 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我们前面说过 UniApp是基于VIL.js 去开发的一个框架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UniApp跟VIL.js之间有什么关联 第一点呢 UniApp整体是基于VIL.js去开发的 使用了VIL.js的开发风格 和VIL.js的一个语法特性 那对于H5来说呢 你将可以无差别的使用VIL UniApp在H5端呢 是完全支持VIL语法的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UniApp对VIL底层 进行了一个二次封装 所以在某些语法的使用中呢 最好我们是去参考文档 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那既然说到了全部支持 那肯定会有 不完全支持的情况 那就是发布到 APP和小程序端时呢 因为平台的限制 我们无法使用部分的VIL语法 就像VIL Router 以及一些需要操作 DOM的三分插件 组件啊 我们都是用不了的 因为小程序是不支持DOM操作的 为了兼容呢 UniApp也是继承了这一点 说完UniApp和VIL的关系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UniApp和小程序之间的关系 组件标签靠近小程序规范 什么意思呢 虽然说UniApp是基于VIL开发的 但是组件标签是靠近小程序规范的 就是说我们去开发常规web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是DV P SPAN 这些标签 但是在UniApp中呢 我们使用了类似小程序的 VIL Text Image 这些标签 我们在这里呢 不叫它们标签 这些在UniApp中呢 属于 一个详细的讲解 接口能力 即SAP靠近微信小程序规范 所谓的API就是我们可以在项目中呢 直接使用手机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去拨打电话 获取地理位置这些功能 实际上 VIL是并没有这些功能的 所以我们去使用小程序的API 去完善这方面的内容 用法呢 几乎和微信小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把WX前缀 换成了UNI Uni这样的一个前缀 最后呢 UniApp在VIL的生命周期基础上 它还拥有微信小程序的所有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在整个UniApp的开发中呢 比重占的还是挺大的 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去留一个疑问 后面呢 我会带大家去体验生命周期在项目中如何去应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Web开发 跟我们UniApp的一个区别 上面呢 是普通的Web标签 我们使用DIV Image P Span 这样的标签 去写我们的代码 那下面呢 是UniApp 我们使用VIL Image Text 这样的标签 最终我们实验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的写法有些不同 所以同学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对UniApp有了一个大体上的认识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同学比较关注的问题 这节课会给大家带来什么 我们会全面的去了解UniApp技术的本身 最终呢 去适配八个平台 我们会掌握UniApp的完整的前后端的开发流程 这里前后端呢 只需要我们前端同学就可以全部完成 我们使用了UniApp加UniCloud的方式去做开发 掌握敏捷开发技巧 我们全程呢 会讲授组件化开发思路 让我们的代码呢 开发效率和维护效率都有所提升 最后我们会掌握最佳工具的结合使用 HBuildX加上UniApp加上UniCloud的这种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都能学会哪些知识点 首先我们会从基础知识开始 首先讲解一下原生小程序的一些知识 为完全不懂小程序开发的同学呢 提供一个入门 那如果我们同学对小程序有所了解 是可以跳过这部分内容的 接下来我们会讲UniApp的环境搭建 包括工具下载 HBuildX创建项目 CORI方式创建项目 基础知识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会快速的过一遍我们的基础知识点 为之后的项目呢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我们会去了解UniCloud云开发平台 包括UniCloud的简单的了解 环境配置和UniCloud的基础知识 与前面的基础知识一样 我们都是为之后的项目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然后是本杰克的重点 实战项目的开发 我们会从页面构建 数据处理 逻辑实现三个方面讲解项目 从每个小模块入手 就像搭积木一样 最终搭建出来一个完整的项目 我们完全是核心代码手写 同时呢会引用一些三方组件 加快我们的开发速度 最后一步 我们要去适配多平台 并且去发行 包括了平台适配 多平台打包 多平台发布 最后达到一个可以上线的标准 基础知识结构说完之后呢 我们看看课程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在H5平台 去运行的一个效果 我们最下面呢会有一个tablebar 然后去展示我们三个主要的 页面入口 有一个首页 然后是关注 然后是我的 首页里面呢 是我们的一些文章 关注呢 是我们关注所有的文章 和我们关注的作者 最后是个人中心的一个页面 然后简单看一下首页的实现 首页呢 最上面会有一个自定义的导航栏 中间的部分呢 是一个寻想卡 寻想卡呢 我们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个切换 下面的内容呢 是我们的列表项 列表项我们成一个卡片的形式去展现 当我们去左右切换内容的话 我们的顶部寻想卡会跟着一起去变化 当我们去点击顶部寻想卡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内容也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去切换 当我们去点击卡片上右上角的新型图标的时候 我们会对文章进行一个收藏 再次点击呢 我们会取消收藏 然后我们去点击顶部的搜索 我们会跳到一个搜索页面 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搜索内容 比如说我们去搜索前端 然后呢 会去进行一个实时的搜索 当我们再次点击卡片内容的时候 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详情页面 我们暂时先不用去管啊 我们返回 把内容删除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搜索的内容呢 就会记录到我们的搜索历史里面 然后点击清空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清空掉 这是我们的一个搜索页面 回到我们的首页之后呢 我们去点击选项卡右侧的一个设置按钮 我们可以去编辑我们当前的标签 我们点击编辑 可以把我们当前的标签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就会进入下面的标签推荐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返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只有一个后端开发 标签管理可以控制我们在首页 是否要显示哪一个标签 返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去点击卡片 卡片呢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文章的标题 然后作者信息 作者信息后面呢 我们可以点击关注 选择是否关注当前的作者 然后最下方谈谈您的看法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当前的文章 去发布一个内容 我们写一个测试评论 我们点击发布 这样呢 我们就成功的去发布一条评论 回到我们文章的最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评论 如果是其他账号的话 我们还可以对评论进行一个回复 回复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回复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双线的回复 继续看下面 我们去点击评论的图标 我们可以进入全部的评论页面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收藏文章 我们点击收藏呢 跟首页的收藏效果是一致的 然后右侧 我们可以点击是否关注当前的文章 这是我们详情页面 然后关注页面呢 这里会显示我们关注的所有文章 然后我们关注的所有作者 最后是个人中心页面 这就是我们要去实现的一个项目 展示了一个项目的大体的功能结构 之后呢 我们会详细的去拆开的讲解 我们每一个组件的实现 我们每一个模块的实现 最终去完整的把我们的项目实现出来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收藏方式是什么 我们会以项目为导向 我们只学有用的 我们用到什么学什么 更有助于我们精准的去了解一个项目完整的开发流程 然后以模块组件为核心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搭建出来一个完整的项目 我们全程手写 不用担心学不会 基本上呢 跟着写一遍就可以理解 我们说了这么多内容 是不是已经有些同学已经动心了呢 与此同时呢 同学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问 我能学会吗 我能学吗 这个课程 那在这里呢 我只要求你掌握前端开发基础知识 HTML加JS加CSS 最好呢 是了解VIL和小程序 那如果同学不了解VIL和小程序怎么办呢 这点不需要我们担心 我会在课程中呢 讲解VIL和微信小程序必备的一些知识点 小程序和VIL的会与不会 只是一个学习速度问题 因为小程序和VIL本身就跟UNIAP有些关联 会VIL和小程序呢 有助于学习的理解和运用 那学习肯定会更快一点 不会的话 那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 跟着老师的进度呢 这个课程你也是能学会的 最后 如果同学们对这门课程心动的话 那就开始我们UNIAP的旅程吧